庆祝九三军人节 苗栗县政府特地表扬禁军爱民模范 继基优议政人员 肯定他们的工作绩效与杰出表现 苗栗县各界庆祝九三军人节 感谢国军将士护国佑民 让人民的生活安定 同时也发扬君爱民民爱君的精神 特地在县府举办了军人节禁军爱民模范 继基优议政人员表扬大会 而这一次共有八位进军楷模 一位爱民模范 以及三位基优议政人员 由县长徐耀昌一一颁奖表扬 表达崇高敬意与谢意 除了平时保家会国之外 对于发生重大灾害时 也都能够在第一个时间点 动员兵力投入相关的救灾工作 充分地表现军民一起的精神 对于今天接受爱民模范表扬的军官代表 在此仅代表苗栗县的乡亲 表达感谢之意 谢谢平日坚守岗位 对于国家所做的贡献 成为乡亲兼顾的后盾 让乡亲感到安心 进军模范慰问国军官兵 爱民模范保家卫国 而基优议政人员则是军与民的重要桥梁 感谢县长表扬肯定 未来也将坚守岗位服务军民详情 不是每个地方的县市政府都有办这个活动 我们这个苗栗县非常的有心 办这个活动有意义 除了体现这个我们军爱民民进军 我们军人啊 这个苦民所苦 疾民所疾 居民一家 然后共同维护我们家园的安全 那百姓呢也可以这个相挺我们国军 那国军在任何的救灾防疫上面的表现 那这个让我们百姓也安心 来保卫我们国家 让社会安定 透过表扬活动 除了表彰进军爱民事迹 更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未来大家共同参与相关工作 散播进军爱民的种子 军民一家亲 让社会更相和 感谢观看